看了一篇报告,观察的是过去十年,中国经济增长最快,股市涨幅最低,经验如下数据,大家感受一下,9月10日之后,大A股下跌后,总是只有全球第二跌至第三,排到小日本之后,要知道,我们可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。 2008年低点以来中国GDP,上市企业净利润增速全球第一,指数涨幅到数第一,第一组数据,股市总市值,A股滑落第三,美国31.74万亿美元,日本5.97万亿美元,中国5.75万亿美元,香港4.99万亿美元,英国3.49万亿美元,第二组数据,GDP增速。 中国最快,中国,GDP年化增速11.5%,上市企业净利润率年化增速13.1%,美国,GDP年化增速为3.1%,上市企业净利润润年化增速为3.8%,英国,GDP年化涨幅为1.1%,上市企业净利润润年化增速为0.6%, 日本,GDP年化涨幅为0.4%,上市企业净利润年化增速为4.2%,第三组,股市涨幅,全球主要国家最低,发达国家行列。 美国,纳斯达克指数年化增速为21.3%,标普500指数年化增速为16.4%,德国,JAX指数年化增速13.6%,日本,日经,225指数年化增速为13.0%,英国, 富士100指数年化增速为8.1%,法国,KAC40指数年化增速为8.3%,新兴市场国家,俄罗斯,股市涨幅8.6%,巴西,股市涨幅10%,印度,股市涨幅17.5%,最后,中国,上市企业净利润年化增速4.9%, 互生300指数的年化涨幅7.45%,最后一组,换手率,A股,创业板值920%,中小板值745%,上证指数532%,美股,纳斯达克指数352%,标准500指数214%,英国,富士100指数256%,日本,日经,225指数 200%,A股,换手率排行最高,其实也说明恐慌杀跌程度最深,最容易被收割,从换手率这个指标也充分证明,越是交易多,收割可能性越大,经济增长最高,股市涨幅最少,有三种可能,其一,增长数量不见质量,其二,散户实在太多,波动实在太大,割韭菜遍地,其三, 政治而生的股市,畸形,迷说,连欧洲国家出现在危机,最后都缓过气来了,无脸痛哭,中午跟博士聊了聊,手上持有现金其实也不是办法,接下来有几种可能,一,赌国运,如果胜,当前,A股抄底,肯定未来两三年赚一倍不成问题, 二,如果赌输了,国家肯定会救经济,救经济是要大面积印钞票的,印钞票的话,手中货币贬值,其实,贬值持有现金是最亏的一件事情,再退一步,如果国家出手就,货币赢多了,股票作为一种资产,在货币多的情况下,它肯定还是会水涨穿高的, 三,如果有运货,比如,房子,自然还是最能扛通账的,特别是大城市,市场钱多了,房子还是能值钱,有现金在手是最笨的方法,有资产,特别是优质资产,还有可能随通账上涨的可能,留现金干嘛用的啊,肯定是在低估的时候买便宜的资产啊,股票也是一种资产,便宜不便宜, 韭菜的观点肯定有不同,近期再把组合数量做大,尽可能分散,蓝潮与成长坚固,思考如下,一,A股目前是低说,但市场目前看来大家是失望,而未来绝望,实在不知道底在哪儿,说实话,这年头马大街都知道A股大跌,但就是一直在跌,这么多人都知道是底,真是底吗? 不可能真的有这么多大神,精准判断这是底部的,我深度相信后面可能要跌的你怀疑人生为止,这毕竟是A股历史上,第五次熊世大摸底的节奏。 我们看一下,2008年,我们是如何从6000点,被安慰到1664点的呢? 6000点,千金满满牛回头,5500点,转线回调洗盘是为了更好的上涨,5000点,长期解帝,大胆买入。 4500点,大盘已经跌已可跌了,4300点,做工相当危险,4000点,中线建仓机会来临, 3500点,目前利为不宜,盲目沙跌,3000点,印花税行情,政策铁底,2500点,八成机构,认为大盘已经见底,2000点,永远不可能跌破,1800点, 中国股市已经没有希望,1664点,中国股市必须推导重来,目前就像当时在2500点,绝大多数机构认为是底不实, 二整体目标还是为了仓位平移,因为进入定投模式,如果重点定投,一两只股票,万一其持续跌,你根本动不了, 只有分散投,有些股票有可能涨了,你倒是可以用涨得多,的平移,补充到跌得多的,也算是保守策略吧,打个比方,第一种情况, 比如你只投两只股票,A,B,但这两只股票一直跌,你一直补,最后你还是深套,很无奈,第二种情况, 如果,你投A,B,C,H,这么多股票,A,B,C,B都跌,E,F不涨不跌,G,H股涨,再到半年后,A,B,股极度深度,套得死死,但你又觉得有价值,可以补充,在这个时候,你只能通过G,H股涨,的考虑卖掉不A,B股,这就是仓位平移了, 至于,你投的股票全部跌,怎么办,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我就是蓝筹,成长都坚固上,减少都下跌或者大跌的可能性,为仓位平移创造可能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感谢观看